CTV4葡萄牙里斯本观众俱乐部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CTV4主持人王端端 很高兴通过这样的形式与大家交流互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我们CTV4推出了一些有特色的节目 今天与您交流的是 外国政党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百年赤子心 爱上中国建党百年 鲁建访谈这四个节目 首先就请您和我们一起走进 外国政党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百年争荣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 百年大党凝聚发展共识 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 解锁成功密码 他们如何看待中国 国际民众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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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公平公正的为了 国际民众主要是 当时我们很想到 政治的世界中的 的口號 中國的迷惑 自行的領導力 增進戰略溝通 分享治國理政經驗 中國知治 吸引世界目光 我們在此情況下 以往這部戰爭 十多年纪录 所以我们现在想要 尽力 不断的 尽力 尽力 我真的想要 承试这些 美丽的试试 这些美丽的试试 给世界上的 倡导多边主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华语环球节目中心 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深度合作 推出大型系列报道 外国政党眼中的 中国共产党 华语中心新闻部记者 联合总台海外记者站 海内外联动 首次启用全虚拟演播室 连线全球五十多位 政党政要 展现他们 对中国共产党带领下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亲身经历和感受 从五月下旬起 报道在中国新闻 今日环球等 重点新闻栏目中推出 还将翻译成多种语言 在微博 微信 今日头条 抖音及脸书 阿帕斯等社交媒体平台 进行推广 对话全球政党政要 讲述友好交往故事 Ghana and China has always had very friendly relationship we've cooperated in the past since the early sixties and it continues to go on 我会认为 我会认为 世界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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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是一个 政策的伴侣 必须要记得 在架子上 我们会不会害怕 任何反应 倾听合作之声 共谋发展繁荣 外国政党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敬请关注 百年风雨 百年同行 华侨华人身在海外 赤子不忘忧国 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 架起中国共产党 与共产国际沟通的桥梁 留下一息尚存 就应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 铿锵誓言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远渡重阳回国参战 在中华民族面临道路抉择的时候 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希望再延安 他们是情细丧子的开拓者 引众天然橡胶 招来八方商客 倾尽全力帮助新中国突破经济封锁 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踏浪归来 投身新时代的伟大建设 见证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 他们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他们扶贫攻坚 砥砺前行 在时代的风云中 海外华侨华人从未缺席 回望百年 不忘初心 华人故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特别节目 百年赤子心 记录百年壮阔征程 回应炎黄子孙共同的根魂梦 百年征程壮阔 百年赤子情深 他们支持革命事业建设新中国 他们投身改革开放 革光新时代 华人故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特别节目 追望中华 百年赤子心 他们投身中国革命 见证了共产党不畏艰难险阻的 创国大业 马海德 马海德 美国的医学博士 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 为中国消除麻风病 做出杰出贡献 他是这儿需要我 这里的人民 需要我 汉斯米勒 来自德国的大夫 在中国战场上 救治了九千多名伤员 为中国成功研制出首批乙肝疫苗 做出贡献 他就是先行中国共产党 他们参与新中国各行各业建设 建证了中国共产党 砥研前行的新国大业 今年一百零五周岁的伊沙白 建证过开国大典 是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人 他说中国是他的家 他一直在唱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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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专家杨枣 和物理科学家寒春 在中国 投身农场建设五十余年 我父母呢 他是一个参与者 你站在人民一边 那样人民的力量难不得 他们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 开拓创新的复国大义 在中国创业四十七年 他亲身感受到中国的志愿 最好的时间 最好的几天 最好的机会 百年征程 百年辉煌 建党百年爱上中国系列节目 以国际友人的亲身经历 见证中国的百年奋斗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 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 跨越时空的阻隔 记录时代的角度 在每一次靠近中 看见未来 我相信百文不如一谈 您好 格雷兹洛夫先生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鲁建 非常高兴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见面 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节目的专访 那我们也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那请问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历程 和七十多年的执政情况 因为现在 现在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25-30 лет в Китае валовый внутренний продукт рос ежегодно более чем на 10% это рекордные темпы и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стоит отметить один момент что даже в 2020 году когда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идет пандем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и валовый внутренний продукт его рост в мире ушел в минус в Китае он вырос на 2,3% это превзошло все ожидания и самые смелые прогнозы так вот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ПК его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знает куда вести свою страну и ведет ее важно что он идет ее очень стабильно методично и здесь еще одна есть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словица Мы 也看到 現在 中俄在新冠疫苗 包括 药物的研发方面 一直保持合作 但是也看到 一些西方国家 他们搞疫苗民族主义 甚至大量的 囤积疫苗 有專家也认为 这可能會導致 疫苗种族隔離 那您觉得 中俄在這個問題上 如何合作 來避免 这一状况 и учитывая что США и ряд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и Евросоюз в целом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наложили санкц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Россию на всевозможные мировые компании которые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 я так скажу прогрессу появились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трудности в передаче этих вакцин так вот на том круглом столе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подписали очень важн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акцины спутник В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в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и последующее обеспечение этими вакцинами особо нуждающихся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ак что мы говорим о том чт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мы можем и создавать и реализовывать идею по вакцинированию максимального количества люде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земного шара только так мы сможем победить пандемию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только совместными усилиями 接下来 也有请各位 就中国共产党的反映故事 唱作预言 也祝我们的活动 圆满成功